王狗 鏡子右側放好像有奇怪的東西 不要過去 只是他廁所燈是亮的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但我剛剛上來看 的確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 對 我發現那個鏡子 燈暗掉之後 其實那個東西是還在那裡的 但是 它是什麼東西 我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因為我那一上去的時候 我對著那個方向 是完全沒有任何東西的 我真的 不能確定它是什麼東西 但是就我這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很像是 一台摩托車 然後坐了三個人 裹上一層 白色的雨 但還好是他廁所燈是亮的 所以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但我剛剛上來看 的確真的是一個人都沒有 對 那我們回歸正題 我今天要做的都市傳說呢 是我在一個 韓國的網路漫畫上面看到的 它的名稱叫做 看見鬼的方法 這個都市傳說非常的簡單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眼罩 VM 還有一把菜刀 給你關眼 然後跟兩個空房間 一個是用來 等待鬼的房間 然後另外一個是用來召喚鬼的房間 那我就會在 這一間來 等待 鬼 接著呢 就是到了半夜2點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黑布 把眼睛蒙住 左手拿著鹽巴 右手拿著菜刀 走到召喚鬼的那個房間 敲三聲問說 在嗎 通常這個時候是不會有回應的 那我們就要接著再敲三聲 然後說 如果這個時間出來 對你來說比較困擾的話 那我會等你的 接著呢 我們就回到這個 等待鬼的房間 然後一路等待到2點16分 就可以把眼罩拿下來了 據那個漫畫所說 其實鬼出現的時間 並不會在2點到2點16分這個時間 鬼出現的時間是2點42分 所以我自己會延長到2點42分 才把眼罩拿下來 希望可以錄到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切記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一定要把所有房間的燈都關起來 千萬都不能把眼罩拿下來 不管你感覺到什麼 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市傳說 應該會蠻煎熬的 嗯 OK 那我們不多說 2點見吧 Bye 現在時間已經 11點59分了 即將2點 趕快把眼罩蒙上 一手拿菜刀 一手拿你爸 我們走吧 去敲門 我等一下會打這個燈 我們現在要去照上鬼的房間 敲城市門 走吧 我現在感覺很緊張 趕快上場 敲城市 就是 問說 在嗎 在嗎 然後再敲三次 如果這個時間不方便出來的話 那沒關係 我可以等你 回去 避難房 等待 到2點42分 我現在感覺非常緊張 非常的熱 我就來等等看 會不會有 你什麼奇怪的東西出現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整個家全部都是安定 我因為就只有這一層燈 可以陪伴著我 對 你們有聽到嗎 好一聲耶 不知道是我家的口還是怎麼樣 我現在完全看不到 而且我完全不能動 看等一下 前面錄到什麼東西 人工會一直放在那裡 我非常熱 很緊張 也 也有可能 有很大機率是 我家人工 或者是什麼風吹進來 因為我窗戶的確是沒有掛 但是 這都很難說 甚至說 我好像在講話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房間現在到的是 動靜 這一個 都是什麼說話 精神的壓力真的非常大 到底有誰會 在這個時間 中山市 我現在鼓叫 沒有聽到 喬兩聲 喬兩聲 不知道他還對什麼東西叫 我會想出去看 可是 完全沒有辦法 我幫我做的時候 要洗滾子 有沒有看我這樣揮 因為 我這樣子揮的時候 透過眼罩會有一個 黑眼過去 剛剛 會感覺 前面有黑眼過去 可是我根本沒有揮 我真的感覺非常有毛 我們趕快出去 把燈打開 現在感覺很緊張 看一下是不是進入了什麼 Amin 你剛剛是不是叫了三聲 還是都在咳嗽我 怎麼又是你Amin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趕快的時間 然後那邊的時候 這裡 超級癢 可能是因為 緊張然後聲音在發熱 他坐到一半的時候 不是聽到風的聲音嗎 我剛剛也去稍微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 就是其實這邊是有風會灌進來的 對 因為我裡面的窗戶 它還是開的 最多有風灌進來 那我就覺得有可能是說 這裡有對流的風灌進來 加上我剛剛這裡有打電扇 可能有讓那個對流更旺盛 因為它會把風衝過來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造成了 這個門有剛剛打不下的聲音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奇怪的是 我剛剛不是點兩個蠟燭嗎 這個蠟燭燒成這麼短 然後我帶你們看一下另外一個蠟燭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們兩個跟它其實是差不多長的 你們應該都 欸你們沒有看到 但是我確認它們是差不多長的 艾蜜 你怎麼每次都要客串啊 掰掰 然後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之前玩比賽的時候 感覺好像對我身體有影響嗎 我覺得說或許真的有一些影響 因為我那個朋友阿金 他也是跟我說 他玩回去之後變得很難睡 所以也是有點失眠 所以按了魔咒才比較好一點 也或許跟那個無關 是我們自己生皮膚的問題 這也都很難說 我自己覺得 這種線類的東西 的確是真的比較危險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子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是你們的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我們下次見 Bye